第三批埃邦和首批一樣 年期為3年 債券持有人每6個月可獲派和本地通脹掛勾的利息 但息率不會少於一里 應夠入場費為1萬港元 最多發行額不會超過100億元 雖然本港通脹回落可能令埃邦回報減少 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嘉強說 目前低息環境中相比其他定息債券的利率 埃邦仍有吸引力 陳嘉強又說發行埃邦是為了推動本港零售債市發展 所以未來會參考一男子的因素 包括市場息口和省戶興趣 研究是否會繼續發行 他重申這個並非常設機制 如果想認救埃邦的香港居民 可以由下星期二6月4日開始 直至6月13日透過配售銀行證券經紀 或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認救債券 埃邦會在下個月25日在港交所上市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大葉文報道 好